9月份的广州 长寿台风袭扰 这天晚上 小雅躺在床上 边看书边用手机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 直到最后一名同学也发来信息 说自己已经安全到站 小雅才发现 现在已经是夜里12点半了 按理说李春也应该到站了 怎么还没回个信呢 就在小雅拿起手机 打算播号过去问问 这会儿屏幕上 突然来了一条短信 是李春发来的 内容是 我已经到家了 你别担心 这七天如果你无聊的话 可以给我发短信聊天 就好像我还在宿舍一样 要是平时 小雅绝对不相信李春 会和自己这么一本正经的说话 因为作为室友 大家都很熟悉了 平时开开玩笑啊 逗逗闷子那都很常见 但是这次 真留下她自己在宿舍 听李春这么说 小雅竟然还有点感动 她回复说 你怎么突然良心发现了 是因为我帮你把床底下收拾干净了 这条信息刚刚发出 几乎就在同时 李春回道 是啊 床底下干净了 我待着也舒服啊 看到这条信息 小雅突然有点恍惚 这回复也太快了吧 常发短信的朋友都知道 短信和微信手感不一样 微信有可能无延迟对话 但短信多多少少得有个收发上的延迟 她怎么回得这么快 而且还说 床底下干净 待着也舒服 那要舒服也是我舒服 你舒服什么呀 想到这里 小雅突然想起了自己曾经看过的一个恐怖故事 想的是两个大学室友 学校放假并未回家 而是留在宿舍 做起了兼职来赚生活费 其中 睡在上铺的那位 只在第一天回到宿舍睡了个觉 之后就再没露过面 而留下睡在下铺的女生 每一天做梦都会梦到有人跟她说 好朋友 背靠背 好朋友 背靠背 直到宿舍里发出了令人作呕的臭气 这个女生才发现 已经失踪多日的室友 竟然被钉在了自己每天睡觉的床板下 就在这时 外头一个炸雷声把小雅吓得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 有人说快看看床底下有没有东西 你说那都是拍电影 吓得快昏过去了 还站着静静探头观看 但现实中谁要遇见这事 基本上都是赶紧逃离 所以小雅当天晚上连宿舍都没敢回 而是在楼上一个空寝室里熬了这一宿 感到第二天天光大亮 她和室友才手拿拖把杆子撩开床单一看 什么都没有 床底下还跟昨天小雅做完卫生室一样 各种工艺品摆得整整齐齐 哪来的什么床板尸体 之后的几天 每到晚上小雅都会和往常一样 发发短信看看书 她也曾发过信息责怪李春那天装神弄鬼的 差点没把她吓死 但是从往后 李春的短信就再也没有回复 直到假期结束 所有同学都会寝室了 只有李春还没到 有人打电话过去 却发现对方处于关机状态 大伙这才觉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果然 第二天 辅导员召开了一个紧急班会 说李春在回家的路上发生车祸 已经不幸离世了 而事发的时间竟然是在小雅给她发短信之前 也就是说两人互信的时候 李春已经去世 那么到底是谁给小雅发来的那条短信 一股突如其来的阴森气息笼罩了整个宿舍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幽灵正在窥视着他们 小雅再也不敢独自一人在寝室过瘾 这起离奇事件将会如何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